昨天我在这里发布了一例确诊病例以后 社会关注 社会关切 区位区政法高度重视 全力以赴的看待各项工作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快速推进流调 截至目前确定我区管理的密切接触者是38名 已集中隔离了23人 一人居家隔离是一名婴儿 一岁的婴儿 14人正在安排集中隔离转运 38个人当中以采核酸标本21人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下工作是做好相关人群的采样检测 对患者孩子所在的班级 其余33名学生和与该生有过结束的15名教职员工进行了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以对同一楼层的其他班级 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核酸检采样 结果代报 那么居住小区有两核居住小区有两核居民楼共417人 已采集烟饰者330人 血清328人 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居民楼其余人员的样本 今天上午又已采集32人 结果代报 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做好环境采量检测 采集患者家环境标本29件 冰箱及食品涂抹标本11件 居住小区公共区域外环境标本23件 采集患者孩子所在学校外环境标本20件 采集患者在西村区活动场所 刚才市CDC的庞主任已经通报了 那么这些活动场所外环境标本36件 进行了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第四个方面是加强小区分类管控